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兼外長王毅 在16號的時候呢 慕尼黑安全會議當中場邊舉行會談 在布林肯向王毅強調說 要來維護台海 還有南海的和平穩定性的重要性 那麼王毅則是表示說 美方如果真的想要台海穩定 應該要將不支持台獨的表態落到實處 而兩人的會談呢 也可以說是在台灣選後首次的面對面談話 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 根據新華社的通稿指出說 王毅向布林肯強調說 美方如果想要台海穩定 就應該要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還有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他指出搞獨立的是民進黨 想要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必須要堅決反對台獨 因為台獨跟台海穩定 這是水火不容的事情 而這一次呢 他們兩人的會晤呢 雙方免不了就是觸及到的是台海議題 布林肯向王毅強調說 希望維護台海 還有南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而王毅送上一句古話 說美方呢 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 這兩人這一回碰頭呢 外界就預料說 這是要進一步的敲定 美中領導人拜登 還有習近平 在今年春天通話的詳細細節 大陸外長王毅先抵達會場 等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到來 這一回兩人共赴德國穆尼黑出席穆安會 在場邊舉行雙方會談 提及到了台海 布林肯向王毅強調 維護台海和平與南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王毅則送給美方一句古話 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 王毅再次強調 美方若真想台海穩定 就因恪守義中原則 將不支持台獨的態度落到實處 中美高成一個月 減三次面外界預料 就是要敲定美中領導人拜登與習近平 今年春天通電話的細節 美中有來有往 關係趨穩 堪稱是2018年以來最佳 但各國領袖卻日益擔憂 美簽總統川普再度主政 尤其川普日前才表示 如果重返白宮 他不會協助國防開支 未打目標的北約成員國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 這樣回應 不過美國前總統川普 又陷入風波 他涉嫌欺騙銀行和保險公司 誇大自身淨資產 數十億美元被起訴 紐約法官下令 川普及旗下企業 需賠償約台幣110億元罰金 且未來三年內 不得在紐約擔任任何公司 或其他法人實體的官員或董事 也不能向紐約的任何金融機構 提出貸款申請 川普的代表律師則揚言 會提出上訴 記者綜合報導 這位女孩大家記得嗎 她是印度的同心演員 蘇哈尼巴特納加 她在17號的時候 證實已經離世 得年19歲 她在出道電影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當中 飾演二女兒巴比塔 還有跟三個傻瓜 男星阿米爾寒作 打開知名度 未料之前傳出了病逝的消息 是震驚各界